嗨 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我們另類一點 不介紹水果不介紹果樹 我們來介紹一下產寶寶 那記得小時候 國小時候 每到這個季節 國歷五六月的時候 那家家戶戶的 小朋友都會吵著要養產寶寶 那以前養產寶寶 每天放學之後 就會盯著產寶寶一直看一直看 甚至可以廢寢忘食 或許以前都沒有所謂的手機 電腦電動玩具 所以以前的小朋友 能玩的東西不多 彈珠 紙牌 那橡皮筋等等 都是回憶的玩伴 那這個產寶寶也是其中之一 那現在換兒子開始養產寶寶了 那因為今天兒子 去比賽棒球 所以早上忘記餵產寶寶 那就由老爸我 來幫他們餵食 可是我發現這五隻長寶寶 明明是 一起養的 那為什麼有其中一隻 就是長不大呢 真是太神奇了 我以前養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這種狀況 這也差太多了吧 但是他的活力還好 那也還在也會吃東西 那就是長不大 太奇怪了 有知道原因的好朋友們 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不然 我兒子問起我來 我恐怕沒有辦法回答他 那養長寶寶很好玩喔 我們可以觀察他 從 蠶椅開始 一隻很小黑色的像螞蟻一樣 然後給他商業吃 然後 一次一次 一天一天都可以看到他長大 那速度很快 那有時候很幸運的時候 又可以看到他正在脫殼的樣子 也可以看到他在 那個 節儉 吐司節儉的樣子 甚至可以看到他 破擁而出的樣子 之後 交配 產卵 孵化 整個過程非常有趣 那看到兒子他們 又開始養長寶寶 那自己 也回憶起以前的 當學生的 那種 樣子 很單純 沒有什麼汙染 那也沒有什麼其他的玩具 沒有電動玩具 什麼都沒有 那現在的小孩真的很幸福 養長寶寶還要老爸來幫忙照顧 哎呀 沒辦法 來大家注意看喔 鏡頭中有一顆蟬 有一隻蟬 正在 退殼當中 有沒有發現哪一顆蟬 哪一隻蟬正在退殼 不好意思喔 現在不是在剝水果 所以每次都講成蟬 大家請見諒 這是這一隻蟬 來我放大給各位看 這隻蟬其實他現在正在脫殼當中 他是靜子的 他活動力變得很差 但是他的表皮的部分 還有他嘴巴的部分 稍微有點嘴巴 尤其嘴巴的部分 嘴完全不會動 而且有點透明 那會身體會蠕動 然後蠕動之後 他會慢慢的褪去他的殼 應該是說皮啦 纏褪皮 那右邊這隻也是喔 他正在醞釀褪皮的那種狀況 狀態 那另外的這 比較大隻這隻是剛褪完皮的 你看褪完皮之後 你看他發現他的嘴巴好大 嘴巴的部分就比較大 而且狂吃啊 褪完皮之後狂吃啊 可能餓很久 那這隻小的這隻 我就覺得好奇怪 背面16歲 身材那差這麼多 一起養的 他就是長不到 也會吃 就是長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你看這隻 這隻蠕寶寶 他身體慢慢蠕動 其實他是在準備褪皮喔 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把整個過程錄下來 給各位朋友看 那有沒有 跟我們一樣 同年紀的 五六十年次的 這些五六年級的好朋友 有沒有回憶起 各位小時候的 很好玩的一些畫面 如果有的話 不妨再去抓幾隻來養 好 這是今天的分享 那謝謝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點擊按讚 訂閱並分享 拜拜